近日,周深为《了不起的征途》演绎的主题曲《征途》正式上线了 据悉《了不起的征途》活动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 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变化 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精神面貌 活动特邀周深,轻轻演绎主题曲《征途》 周深用极具层次感的处理方式 为观众盖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 本周周深的出歌速度又提上了日程 不仅为周清豪演唱了主题曲《青青》 还发布了这样一首有意义的歌曲 声秘表示,请继续保持 此外,上周天赐的声音舞台 周深和陈红宇合作的《哭纱》 开口第一句就能把观众带入其中 这首老歌是黄云英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作 30年前达到了个人专辑销量最高纪录 从周深口中可以得知 光是买了版权的翻唱,就不下数十位歌手 可见他的影响力 就目前的热度来看 周深翻唱的这版《哭纱》的收听率 已经成功破译,断层第一 这首老歌再次翻红 又是一首霸榜拳王的金曲推荐 目前节目第三阶段中 最新搭档也曝光 张绍涵和胡梦州 胡海泉和戴玉彤 周深和五颗月 胡彦斌和赵磊 张帝晨和房东的猫 与周深搭档的五颗月 是中国好声音的冠军 虽然人气不高 但实力肯定很强 而之前周深也一直表达 想和女歌手合作 这一次节目组也算是无愿的 让周深成功的合作了一位女歌手 大家期待吗 欢迎留言 深小战 每日为你带来周深的最新资讯 欢迎订阅和订阅哦